五彩繽紛的氣球從天而降 讓在場的大小朋友相當開心 為在高鐵新竹站一旁的飯店業者開幕 僅僅一年就有相當亮眼的成績 在滿洲歲的生日會上 邀請了新竹縣嘉興國小和尚團現場演出 同時也為即將遠赴比利時的旅程募款 將台灣的天籟之聲傳唱國際 新竹縣嘉興國小將在7月11號到15號 前往比利時參加世界合唱大賽 蘇菇將要400多萬元的經費 截至目前上缺80到100萬元的經費 下長徐隆春也希望透過台灣的天籟之聲 傳唱國際 這一次的比賽的規模比較大 總共會有500多隊 那會參加這個比賽 那當然我們參加的組別 就我以前的經驗大概 這個組別大概會有大概20幾隊到30隊這樣 所以競爭其實是很激烈 不斷的帶孩子去比賽 除了對孩子本身是希望孩子能夠藉由比賽 然後藉由合唱 他們可以喜歡學校的課程 然後他們也可以拓展他們的視野 然後讓他們就是在學習的時候 他們更知道自己的長處 然後也更專心在學校的學習上 這是對他們個人 但是我覺得對整體台灣也好 對整個原住民來講 我覺得我們需要亮點 在中年慶的活動中 飯店也挹注了和尚團的經費 在飯店董事長的號召下 也募集了12萬的經費 支持原住民的孩子前往比利時 讓台灣的天台之聲全世界都聽得見 新竹這個地方來發展 我們就想說就已經經營一年了 所以希望有一些機會能夠回饋給鄉里 然後正好有知道這樣的我們這個 嘉欣國小的合唱團又要再一次的出國去比賽 所以我們希望說正好利用這樣的機會 一方面讓他們一個上台的機會 多加練習 二來也讓我們的賓客 能夠感受到我們這個 新竹縣堅持鄉的這個原住民小朋友們 他們的歌聲能夠發揚到國際 到國外去參加比賽 而且得到冠軍 所以我們希望繼續圓他們的夢 在我們這個一週年的時候 我們也是一個繼續續航 那對他們也是在繼續出去比賽 翻臉業者站穩高鐵新竹站的地利優勢 開幕僅僅一年就有相當亮眼的成績 在週年慶的期間 業者也推出了多項住房優惠 還有出國體驗真實潛艇的機會 回饋給住宿的領客 開播新竹萬事聯採訪報導